出家菩萨要怎么做 做一个在家菩萨要怎么做 所以特别在家菩萨一定要看完 《优婆舍解经》 或是《优婆仪净行经》 那你两本都要看 因为这佛陀对优婆舍优婆仪讲的 怎么去做 所以那这样才能够如理如法 所以这里面 菩萨要具足的三十二种 修行才叫菩萨 第一个 所谓利益一切众生 一切自治众子 就每天都要讲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无上菩提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 都不能有自私的想法 先生你的先生得癌症 你来参加法会 那是可以的 以先生的病 然后你来参加法会 所做的功德呢 利益一切众生 那你的先生功德才大 那生病的是必然的 大病小病死亡之前都会病 所以最主要要得到佛陀的 成佛的种子 一切自治种子 成佛之因 会要回上 一切都是成佛之因 无上菩提 这是第一个动机 你做什么事情 都是为了利益充生 都是为了成佛 不管你上班 结婚 你现在你要转 你现在已经在上班了 已经结婚了 已经生病了 那你要把这些 全部都转为 我上班是为了利益充生 我上班是要开发佛陀的智慧 佛陀智慧就是要 忙于这些人世间的 对对绰绰 所以从这个对对绰绰 来开发智慧 来修慈悲 而不加入这个对对绰绰 但是不要为了薪水去上班 不要为了这个人对你好一点 明明坏事你就说他对 因为要平等地利益所有种子 第二 不量贵贱 另得智慧 所以各位要有一个悲心 这个人认识你 不认识你 地位高 地位低 你都希望把离普得乐的方法 给他 另得智慧 而不是说我对皇帝就讲得好一点 而今天我对一些卑贱人 我就随便乱说 懒得说 没兴趣说 我觉得我们这边还好 因为坐在前面的我都不认识 我不会说这个 这个有钱的坐前面 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 因为只能说 大家尽力 老实说了 我从早上讲 刚刚中午讲 刚刚探问我说 我说师父你可以休息了 我说对不起还没讲完 今天大超度 人都没超度到 一定要来几个新人 至少要努力吧 对我来讲 我就要尽力 所以各位不量贵贱 各位一定要想办法 让对方离普得了 你千万不要不管他 或是利用他 一定要告诉自己 要有这个 无分别 不量贵贱 超度 一只蚂蚁 一只蚊子 前面一头狗 怨你 归一三宝 发菩提心 �ATHER 你要把心经念给他 把你所懂的 念给他 第三 为一切众生 低心 离我 所以我们要帮助众生 我们要 第一就是 降伏自己 或是处在 最下贱的位置 不能用我的分别 为了一切众生 你要降伏自己 你要承担众生 你要把众生放在你的头顶 菩萨是 这一点我们汉传佛教跟藏传不要 藏传佛教因为 他为了要持重 他要观修佛慢 我是个佛 上师是个佛 那我们汉传佛教的 法师是越老越低贱 越老越谦虚 所以一点价值都没有 年轻可能还有一点价值吧 所以越老越没有 他只想要帮助对方 但是我认为这两个都要学 在心里以佛心为谨心 那是密称 在行为上 我是像一个仆人一样 服务众生 不然的话有时候 我有跟很多修秘宗的朋友说 当你升起佛慢非常好 结果你傲慢了 看不起其他佛教 看不起其他宗教 这一点很痛苦 我有时候跟西藏说 你们都不学当地的文化 都不学当地的宗教 因为你一直认为 只有你这个教派 藏传佛教是最高的 对你伤害很大 你会变成没有钱 不自由 这是现在的夜报 看得出来吗 这样 为什么因为你 你没有真实的 那个讲的是心 而不是我的宗教最好 我的文化最好 每一国的文化 都有它最好 最殊胜的一面 那今天你要度众生 你要了解汉人文化 你要了解西方人文化 你要去学它 今天你到台湾来 你要了解 汉传佛教的精髓 他们都在读地藏经 新经 我要了解 对不对 他们都在拜参 那你不能 就是说 你不了解对方 然后我要灌输 我认为最好的 这样会谈到你自己 所以要 要为一切众生 低心理我 因为只想到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我能够服务你什么 不见得是讲经说法 我煮饭给你吃 所以我觉得 我在台湾看到这些 那些法师 先煮饭给你吃 再说 煮饭是最好的佛法 再来他就不用 吃饱 红包供养 他就走了 吃到好吃的 去庙里面 为什么要吃 因为好吃的 很亲切 而不是说 那我给你最高的佛法 那些自己带便当来 然后对方也听不进去 就是说两方面都要 第三 真实敏念 其意不退 真正的 怜悯爱念对方 直到你成佛 我永远不舍弃你 就像各位 我们参加放生焉供 你千万不要说 我把你放完了 就走了 这些鱼啊 这些鸡啊 这些羊啊 这些无形众生 永远都在你心里面 一直到他成佛 所以这样对 对众生的这种 永远不退转 希望他成佛 但是现在凡夫都不是如此 你的先生是你的儿子 你老公是你爸爸 你生的儿子又是你儿子 因为大家都在 你只泯念你的爱人 所以你周遭都是这些 爱啊恨啊 这些颠倒 现在是儿子嫁给妈妈 这样 都在乱伦 因为这个敏念 所以它是一种执着 但是学佛 是要对所有众生 要真实敏念 所以你看到一只狗 你看到一只鸽子 你看到一个人 是骂你的人 你还是要生起这个敏念心 如果你有一种 我跟他对抗 我跟他讨厌他 他就要骂你 他就要找你麻烦 是因为你生起一个 不正确的念头 所以不舍弃对方 再来 善有恶有 心形平等 虽然我们要 亲近善知识 远离恶知识 在法上是一定要 气舍恶有 但是在心里面 我们是同情对方 这个人毁谤佛法 这个人伤害佛教 在行为上 我要气舍他 但在心里面 我还是所有功德 会想给他 冤亲平等 希望他早一点 开智慧 成佛 你要真心的问你自己 佛魔一念间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很讨厌他 那你赶快转念 我是不应该跟他在一起 大秤不以二秤者同坐 今天我是修菩萨道的 我不跟你解脱道的人坐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你修解脱道的人 你会毁谤大秤 而且你会把众生带到 个人解脱自私的 认为他是正的 所以我们叫大秤二秤 不同坐 不同车 这个意思 但不是心里舍弃他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舍弃 这些二秤行者 阿弥陀佛就希望 所有的罗汉 都赶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来引导他 这个要分清楚 特别是女孩子 女生就是喜欢她就喜欢 就依偎在她身边 讨厌就讨厌 你不要坐我身边 那这是你心态有问题了 那就是你不想做女生 你要调整这个心态 再来 虽道涅槃 思念爱语 你这个人已经正的解脱了 那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讲 阿弥陀就正涅槃 正涅槃就很骄傲 看不起别人 你们都没有涅槃 我已经涅槃了 你们还在贪嗔痴 甚至看不起菩萨 因为菩萨要留获润身 他要在众生的贪嗔痴 里面去度众生 你还要利用贪嗔痴 去度众生 好像菩萨也在贪嗔痴 菩萨晚上吃饭 跟众生聊佛法 对不对 让他快乐 那罗汉说 你们这些人 过午不时你还这样 但是菩萨是 我是为众生吃 我没有贪然心 让众生欢喜 那这样来度对方 所以 虽然心 心已经到了 这种无所求 但是呢 看到对方 还是意念的对方 讲好听的 话给对方听 就像我们对老妈妈 都是亲切和言 爱语 你要吃什么 快乐吗 这样 要很亲切 而不能格格不入 自以为 我自己得解脱了 所以在各位 爱必须先笑 先笑 我想着你 我希望你成佛解脱 然后我微笑 但是这个想不是男女 如果各位 如果你心中有男女的念头 是你要忏悔的 这个思念是一种 愿对方成佛 老实说呢 像我这辈子 我知道我来这个人间 我们现在越想努力 来的都是什么 妈妈 姐姐 妹妹 太太 哥哥 都是这些 过去有缘的 但是我不能掉落在这里面 但是 我只敢跟对方 对方过去数十的言 做过我的爸爸 做过我的兄弟 做过我的妈妈 但是现在最重要 要把佛法 贡献给他 而不是在 延续过去的因缘 因为我们 各位一定要发愿 来 此生最后一生 做凡夫 你这一辈子 是最后一辈子了 因为再来 你就是要去极乐世界了 然后再来做人 你是个圣人了 你不是要来 结婚生小孩千年的 轮回的 你是要借过 世间法来度众生 所以此生为最后一生 那最后一生呢 希望生生世世 的这种因缘 利用这个机会 去跟他结法缘 你骂我 我也要跟你解法语 因为骂我是虚幻的 但是这个佛法 重在你身上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 再来 先义问训 所以做过菩萨 你千万不要酷酷的 酷酷的 所以有时候 我都跟我出家徒弟说 你看到师父 只要有法师来 我都会合掌 我都会合掌 先微笑 海盗法师对我微笑 因为我不笑 等一下你就骂我 海盗法师骄傲 因为人家都认识 这是我海盗法师 所以我一定要先看着他合掌 然后他从我面前走过去都不理我 我找合掌 这我该做的 那反正是我们的法师 属于求的 我把他求 动作不快 我说这样不对啊 要先义问训 不要说 只要对方是个佛教徒 你就 你就要表现一个佛教徒的风范 那对吧 特别对方是佛教徒 那个法师 都不理我 那个法师 好像不太亲切 那这样自己酷酷的 不行 所以各位 连生病你都要微笑 你不能说 我破坏 不要跟我说话 那你根本没有为众生在想 你只想着你的身体是不好啊 没吃饭啊 所以要先 先义问训 那对方不理你 故意不看你一眼 因为有些人会讨厌我 那个放生的又来 我给你看 但是我做该做 一次两次三次十次 那天他会不好意思 他也会跟你聊两句嘛 对不对 你才有机会 让他了解佛法 我们放生不是执着啊 这是一种培养悲心啊 也让信徒懂得放生 进一步慈悲 懂得生命轮回 懂得吃素啊 就一步一步给他解释啊 所以 我也曾经被几个法师 骂海涛法师 你以前高高在上啊 我都静静了 我说没有啊 因为误会一场 那既然误会一场 是一个误会 那我对他特别殷勤 倒水给他喝 他就想 如此可教了 就开始给我开示了 送东西给我了 所以 但是这个也是个因缘嘛 因为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如果以前有故意的 那我更要 更要 弥补这个 所以我要引起习惯 主动跟人家打招呼 主动的 跟他问好 敏见重担 这个重担应该是 他的业啊 所以你看到对方在轮回 在受苦 哎呀 我们要 怎么办 怎么来帮他 替他回向 再来 愚租众生 横起悲心 那我们既然行 不知道到 所有友情 你最讨厌的老鼠 最讨厌的蟑螂 最怕的蛇 你都要 最怕的鬼 你没有办法讨厌鬼的 你只能说 横起悲心 所以对所有众生 横至永恒不变了 只有一个悲心 愿你离苦 愿你成佛 而不是怕你 讨厌你 弃贤你 看不起你 都不能 再来 长求妙法 心无疲验 文法无足 老实说我们 讲法的人 有时候还惹人厌 下课了 你还讲 每天一直讲 一直说 所以你不会 唱歌跳舞 像我们昨天 我昨天真是 有一点累了 所以就请 最后就请我们 阿尼出来 修个失身法 换我坐在那边 享受一下 会超度一下 但是这样 节目也很好 大家也很发喜 所以用各种方法 所以各位要 为了众生 永远在追求 这种 唯妙的 不为自己的 帮助众生的 唯妙圣圣法 心无疲验 所以 听到佛法 整个精神就来了 我发现 现在很多人 听到佛法 又打哈欠了 特别是法师 我听多了 你还听 他就不想听 所以 那不行 我们要去 随喜功德 只要是正法 而且各位要觉得 身上随时带一本佛经 我随时可以看佛经 我最喜欢坐 坐飞机的 最好是十几个钟头了 我就看完一部 打步的经典 那个时候没有电话 没有手机 像我也有手机 我也很痛苦 我也不能不看 很多打给我 师父我妈在急诊室 等我下飞机看 师父我妈断气了 没呼啊 不好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的习惯 就赶快 看一下 看一下 还有现在我变成 比较痛苦 我现在要应征秘书啊 最好不能女生了 替我写牌位啊 师父请替我写一张牌位 付上人民币一块 一块一千块一万块 对我都一样 不要钱 我就是要写就对 因为你叫我写 我就叫我写嘛 还有人要交代 师父一张红一张黄 请拍照来 我还要拍照 我写了我写了 干脆我每一张都给他拍照 免得对方说 奇怪怎么没消息呢 然后后来有些说 你真的是海淘法师吗 这是真的你写的 我打过去四个 他吓坏了 你替我写牌位 你才知道 因为你叫我写十个 我要写十张 我真苦 但是我现在觉得 反正这就是我的姻缘 全世界你能找得到我 一定是我跟你有缘 你叫我写三十二个 我就慢慢写 开单子 写到三经半夜 写完以后 赶快传给他 下午都一点了 法师你不累啊 还不睡啊 是你让我不睡的 因为我明天一大早要出门 我又没办法替你写 我现在就要写 所以我认为 这也对我是一个 很好的羞慈悲 要跟对方结缘 因为我根本没见过他 有些挪威来的 有些古巴 因为在内地有很多地方 有些日本 因为现在简讯很方便 对不对 而且他们还会倒公骨 海道法师可以免费写牌位 哇 每天都一大堆要加入朋友啊 然后我就变成写牌位了 然后他还要付钱 付五百块人民币 帮我做功德 哎呀 我五百块把它写得清楚 放生一百 加起来五百 毛不少 等于收据 这样 完了以后他就上你了 就传给你一大堆 假后到修博 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是我自己能力不足 然后旁边的人住缘不够 人家多一点人 多一点 写牌位小组 这样 而且帮他把布施的 我都故意的 他并有些人不是要我写牌位 他是说 法师我供养一百块人民币 然后呢 我妈妈在生病 那我一定要借这个机会度他 把他妈妈名字写好 甚至我还要去查他妈妈 有什么冤情在主 把他问好 写在上面 取法号 这一百块 分做三十三项 把他分配的 样样都帮他做 让他觉得 哎哟 你不要我这样讲 你传给我 我在度外国人 那些没见过的 所以 让他觉得 这一张很好 感恩顶礼 当然我认为 这个是随缘的 他跟我有三章的缘 他不会写第四章来 这个佛教有因缘的 他绝对不会 你不用担心在那边 你就 反正除非你是没时间 真的没办法 那没办法写 我就会用电话给他讲 我法会功德 回向给你妈妈 回向给谁 就考试顺利 现在 对方欠他十万人民币 要不到 他也要问我 我帮你回向 你找到哪 十万 我帮你回向 但是 最主要你心里也能够 还要跟他说说法 所以 我想这个是 菩萨 你要做菩萨 众生是来磨练你的 你不能厌烦 一切都有缘 所以后来我就问 会打坐的菩萨说 你看写这个简讯的 一定做过我亲人 他说你才知道 每一个都是 没有一个不是 那不用问了 不用问了 找得到我的 还有一个人 把他爸爸相片交给我 师父帮我超度 这么小一张 我不知道放哪里 每次放柜子都跑出来 对我笑 还要再念一遍 念一遍 后来那一天 我就问他打坐 我不知道 我说这个老人姓廉 他做过什么 看老板 师父他是你爸爸 怪不得天天跳出来 我干脆给他放口袋 一直超度 一直超度 超度到上平往生 那张相片 终于不见了 所以这个你没办法考虑 因为我连他相片 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但是突然就会跳出来 突然就会跳出来 鞋牌位就跳出来 老爸 己用 这个叫因缘 你不要抱怨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因为 你要做菩萨嘛 那你要这样子 无疲厌的为众生文法 无疲厌的悲悯众生 这个文法不是为了自己喜欢 也不是 喜欢的法我才去听 不喜欢的法 我不喜欢听 凡是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 都是菩萨要学的法 所有帮助众生的善法 都是佛法 你要学 所以天主教 回教 基督教 怎么祈祷的 我们也要去了解 再加上我们的一份空性悲心 来祈祷 这样就好了 把他们的所有的遗鬼 你要观想 他们的遗鬼 就是一种成佛的遗鬼 空性的遗鬼 而不是舍弃他们 再来 常行己过 不说他犯 各位要把它当作戒律 随时反省自己的过失 千万不要去说 背后说别人的缺点 缺点 当然在某一些事情 是为了佛法 现在这个机器有问题 我必须告诉大家 然后呢 希望大家不要受到伤害 怎么样去弥补它 这个不是背后说 这个是为了佛教 为了佛教 所以某人已经如何 我们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不要再让别人受着这个苦 这个不是背后 因为你的动机不一样 再来 具足威仪 横乏大心 这一点我要勉励大家 一个修行人部分在家出家 走路 讲话 你要随时知道 别人都在注意你 你稍微一个不快乐的眼神 稍微走路散漫 翘个二郎腿 所以那天有人问我说 海盗法师 我看到你们的法师翘二郎腿 我说你不是在讲我吗 我都在房间而已 对不对 为什么要翘二郎腿 因为我以前站久了 我小腿会酸 医生就叫我小腿放在膝盖上磨两下 这样 如果会痛 代表血路不通 这样 要磨到不会痛 我不是翘二郎腿 我在磨 但是 真的本来就有人会翘二郎腿 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吃饭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 但是这样 我就知道对方会 会有问题 所以 不分在家出家 无意语 讲话 走路 不能轻调 不能随便开玩笑 横发大心 而且要让人家觉得 你是为众生而存在的 这个大心就是大菩提心 从外在显示你的内在 随时 所以你有那个心 你今天坐在公车站 机场 一直心里在念阿弥陀佛 起了悲心 愿所有经过车站的 机场的 都能够成佛 都能够消灭 你就要这样 你的威仪就不一样 你的眼神就不一样 你给人家的不是一种 爱困相 愚痴相 傲慢相 莫不关心相 相由心生 你自然自然会显现很好 再来修诸圣业 不求果报 我们要去 所有殊胜利益众生的 善业 我们都要做 但是不为自己 回向众生 回向成佛 所生戒得 灭诸轮回 所以我们修行 所得到了这个功德 基本上要 断除 爱染轮回 我们再来是 证愿再来 利益众生 而不是说 我今天持八观摘戒 我今天受五戒 来是做皇帝 各位要记住这个 不然你很容易做皇帝 很容易做一个 大富贵长者 然后你就会傲慢 你就会造很多恶业 所以所有的修行 特别持戒的功德 基本上要有个出离心 令诸有情 道心增进 活着是希望 所有众生 因为你的存在 而愿意更精进修行 愿意发菩提心 一切善根皆惜极形 所以所做的一切功德 我们都要回向成佛 回向法界众生 虽行忍辱精进 如露无色禅定 在这个世间 你要去做菩萨 很难的 你这个末法 很难的 特别现在 各位都了解 像我没事 就要被毁谤一下 看报纸一下 怎么样怎么样 不过以后各位 如果你看到新闻报道 海盗法师要干嘛 你就一笑自知就好了 因为毁谤乃至什么 都不要回他 不要去顶他 别人讲 你就笑笑就好了 笑笑就好了 一下就过去了 你越去跟他抗拒 消不了业 你都不要回他 一天两天就过了 就过了 佛教里面有 无量无边的这种事情 所以虽然你要利益众生 那你一定要被攻击的 所以对方不理你 虽行忍辱 所以像我每天在外面 跑来跑去 我就是在修忍辱 故意 事实上每天跑来跑去 一般的人 你能讲什么 你讲的都很浅 因为他们要从信英国 吃树放生 开始做起吧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 跟他谈太多 但是呢 你不能退转 因为都是我们的父母 这个佛教的善根 就在他们身上 传流下去了 一代传一代 所以你要忍受一切 所以不但忍受 还不退转 精进 但是虽然在修忍辱 虽然在精进 不觉得有我在忍辱 我在精进 如入无色禅定 无色禅定就是 心子如水一样 心子如水一样 八万大节 心子如水的 不断地在忍辱精进 智慧方便 善解种词 智慧是你了解真相 跟帮助众生的方法 但是虽然你了解真相 但是你 你去引导对方开智慧 你要有善巧方便 要用什么方法 他听得进去 深入浅出 在开玩笑 在幽默里面 完成 你要用各种方法 让他吃得好 让他很欢喜 就像我们现在 要经常带团出国 美其民说 要出去玩 事实上是很严肃的 要出去超度的 要出去引导对方 大家在一起 七天 要让他发菩提心的 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个方便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善解种词 那你要 这个种词也讲精髓好了 嫩言经的精髓是什么 怀言经的精髓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 把整部经跟对方讲一遍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时代变了 就像脸书 各位在看LINE 都是一个相片一句话而已 现在人喜欢这样 你给他长篇大论 他就给你跳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那你要 所以这个种词就是精髓 就像每部经里面 有一个种词的咒语 代表你虽然没办法 读完整部 那你就种词这个咒语 所以各位要善巧方便 提精髓 然后来布施给对方 就像你叫你阿嬷 念一遍地藏经 他又不是活教徒 那你如何把地藏经的精髓 可以很快地描述给他听 让他生起信心 然后跟我们念地藏菩萨 等等 再来横以四色 巧遍受刑 既然发起菩提心 我们的对象就是要 辅度众生 那你要对众生 不思 爱与 饶益 也是力行 就是说力行就是 你的行为一切 对他有帮助 可以成为他的模范 可以帮助他 还要同事 而且站在他的立场 所以永远要 对所有众生要行事设法 善巧方便 让他受持 能够大家也行菩萨道 持戒犯戒 持心不恶 对一个持戒的人 对一个犯戒的人 我们对他的持心 希望他快乐 没有改变 当然一般人喜欢持戒人 不喜欢犯戒人 那是凡夫啊 那菩萨是平等的 特别对犯戒的人 更有悲悯心 常处山林 这什么意思 菩萨不喜欢愧闹啊 不怕寂寞啊 耐得起孤独啊 并不是说 叫我们天天待在山里面 而是说 菩萨要有这样子的 耐得起寂寞 不染于世间 却爱世间 那当然也为了 还没有成就 很圆满的境界的时候 能够短时间的闭关啊 最好 再来要问生法 圣生的佛法 就是万法的真实相 我们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你不能只有在相上分别 那你要去巧问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 我发觉很少人在问佛法 特别我师父常跟我说 如果出家人不喜欢去问佛法 他就不算出家了 因为他不会进步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 不断地去思维 如何帮助众生 佛法的意义 一定会有问题 我们叫清净善知识 多问 问 好要 问圣生的教法 就是你看不懂的吧 你不了解它的 真实的意义在哪里 再来 世间 所有种种厌离 就不染着世间的一切 所以各位经常回光返照 我到底哪一点放不下 我到底喜欢什么 像我现在问我自己 我喜欢什么 没有 一天睡一次睡饱 OK 因为我喜欢什么 不要吃难吃的 我没有说要吃好吃的 因为难吃的实在很难吃 但是事实上 我这个人 我早上 平常如果受饱饭 我就不能吃油 一点油都不行 我很喜欢白饭加苹果 这样就很好了 白饭配苹果 然后呢 或者说你白饭 烫一点 没有油的青菜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但是信徒都是很慈悲的 给你弄一大堆 吃着拉肚子的 他不可能说 哪有师父吃这样子的 对不对 结果给我 我说不要加油 结果给你加白芝麻 黑芝麻 那不是油是什么 给我加了很多 因为他平常没那个 一点点都没办法 所以连这个你都要放下 放下 你喜欢吃冰淇淋 你要设定 我不吃了 对不对 因为那是多余的 所以对世间 就是说 这个染拙 也不是叫你不要去享受 就是说 你心里面不会去爱上那一点 看不下那一点 你吃你吃啊 你喝喝喝啊 但是不要去上瘾 这样就好了 但是哪一点你会上瘾 对爱情啊 对名利啊 对子孙啊 对那栋房子啊 你可能会染上 对你的位置啊 这一点各位要看清楚它 放下 心无挂碍 爱要出事 无为果得 什么叫无为 世间法都是生灭叫有为 凡是非世间法的都叫无为 所以我们不揽世间法 心里想的是那种空性啊 自由自在啊 就像我很喜欢看鸟 我很喜欢看鱼 好像他们在空中里面 无挂无爱 所以我如果住在外国的酒店 这次在马来西亚 我很喜欢窗户打开 看那些燕子 燕子飞得好美哦 对不对 他不是随时翅膀了 他是飘两下 其他就是翱翔翔翔翔 对不对 然后才飘两下 然后他们游得很快乐 意思是说 污染一切 喜欢这样 出世间 不是说离开这个世间 人在世间 然后不被世间污染 所以要喜欢追求这种 无所求空性的功德 而不是说 无所求就不要去做 凡所做的一切 融入空性 回向法界众生 再来远离小乘 正行大恨 那大恨就是普贤大恨 所以小乘 所谓小乘也是个修行 为了个人解脱的阿罗汉 独绝的圣者 但是各位 这样就不符合菩萨道了 所以你要远离 要这个大恨普贤菩萨 是众生业尽 众生烦恼尽 我愿乃尽 他是不断地 在实践这种大恨 气舍恶友 这一点要小心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明明叫我们不要分别 这不是的 所谓恶友是 他满足你的欲望 他给你权利 然后你就 你为了要得到 得到这个权利 这个欲望 这个知名度 好吧 我就跟他在一起 那就伤害你了 这不行 所以也就是不要利用别人 这个恨友 他是追求世间的名望地位的 如果你好好的跟我在一起 以后住持给你做 这样住持给你做 你好好的 我捧你做会长 你好好的怎么样 我买个大房子给你做大道场 所以但是对方呢 可能是有 有什么样特殊利益 政治利益 金钱利益 或是他要搞一个大纳古塔 或他要赚很多钱 然后他要来利用你 那你要小心 比如说你要 气舍他 回向给他 亲近善友 什么叫善友 并不是他有钱 他互相鼓励我们发菩提心 修慈悲心 勤劳 谦虚 耐劳 没有价值 这些身上人有优点的 我们要亲近 与事无量及五神通 皆息通达 如果你要度众生 你没有事无量心 你没有种种的世间神通 那你就没办法接近他 所以老实说 现代人 因为我在跑印尼 马来西亚 我发觉我讲了十年 他们还是老样子这样 因为他们只是觉得 佛教不错 也就是说我讲 不是说 因为我讲 在语言上 我没办法直接用印尼话讲 他们也是有听有听 懂不懂这样 连翻第几页都听不懂 还要跟他讲印尼话才懂 你还要讲内容吗 没办法 但是至少他们对佛教有信心 那时候怎么办 好吧 问一问前世是什么吧 身上有什么燕心寨主 堕胎胎有超度 哇一排啊 所以我旁边有几位秘书 专门在服务的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神通 因为他们有这种能力 但是最主要是无所求 有所求 然后以这个方便来让他深信因果 了解吗 不然的话他弄了十年 他也不吃素 不吃素 叫他吃素 还偷吃鸡蛋 还要干嘛干嘛 这个是边地 边地 我们身在台湾的各位 随喜自己 台湾有没有正法 台湾这些老和尚 诸师大德 诸佛菩萨加持 我到世界这样跑 所有佛教都被台湾影响 很多大法师都是台湾出去的 台湾真是一个宝岛 而且台湾的法师 我去泰国 缅甸 柬埔塞 斯里兰卡 这个尼泊 印度 真正的大寺庙 都是台湾人在护持 哇 太厉害了 台湾人 所以 所以这个台湾人 有一点先天的 这种福报 但是各位你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讲法 这个台湾人大概都是唐朝时代 唐朝盛世的人 很有福报的 很有福报的 但是因为这样就有一点骄傲 对不对 所以有一点 所以现在就有一点委屈 但是无论如何各位 你要恢复佛法的 佛法的这种兴盛 在你内心里面 但是做个菩萨 你要满众生 远持 这个事无量代表动机 武神通 叫满 台湾人很喜欢问神 对不对 祖先有没有超度 对不对 多太太有没有超度 爸爸得癌症的 业因是什么 那我想这些 我们大家要互相合作 再来 以敬无知 这个无知就无明 就断无明的意思 所以各位要了解一切 行神波罗波罗密多士 你要试着了解一切 再来 不着邪症 世间都是虚幻的 好的坏的 它只是它的因缘 你不要使喜欢症的 而讨厌邪的 我们心无污染 佛教里面是 允许发生一切 接受一切 正邪 都是我知道的 这样就好 而不是说断灭法 就是说 我要把贪嗔痴 完全断除掉 那你就进入涅槃阿罗汉 自私了 不入虎山冤德 虎子 这心 不跟它相应 所以 我想麻啡就好了 麻啡可以用 变成毒药 麻啡也可以变成解药 你 你怎么去用它 不着邪症 如实医师 那我们医子善之士 是为了菩提心 而且要依教奉行 发菩提心 纯一无杂 这是最后三十二 真正的 圆圆满满的 无上菩提心 所以各位要看看 醒安大师的 劝发菩提心文 那是发菩提心经论 大乘佛教 目的都是在调整 我们的心态 符合了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所以如何发无上心 所以你要深入境障 智慧如海 你才能够圆满 所以佛说 假设 如是具足三十二法 是者名为菩萨 我今于此 重说颂言 好 我们大家一起念 好不好 大家经常念念 然后呢 这三十二条 久了以后就变成你 人法和微体 心法和微体 那光明多了 黑暗就不见了 但是你要调整 要调整 你千万不要说 我懂 但是我做不到 就没有做不到的 除非你说 我不想做菩萨 那另当别论 老实说 像我是个出家人 我只能跟 想发菩提金的人 在一起 不分你是在家出家 我们才可以共事 如果你不想成佛 你不想利益众生 快速成佛 那你会障碍到我们 为什么 你会用消极的方法 不需要如此 干嘛这么认真 干嘛这么努力 他满足在自己的一些 成就快感就好了 那不行 所以要念一下 志同道合 要志同道合 所以各位要大家 一起发菩提金 这样才能够 不断地 大家这个共善业 不断地在帮助众生 有几件事情 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是 我们生命电视台 可能从明年开始 就不在我们 一般电视上播了 可能各位要改成 MOD 是吧 MOD 很多人家里装 或是机上盒 那年轻人 他们在网络 随时可以看到 直播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 现在 第四台的费用 越来越贵 那 一个月要将近 包括卫星 卫星跟第四台 要 750万台币 我认为这样 对 对我们信徒 这个压力太大 我们就必须要 不断地去 大家为这个东西 去麻烦 再来是 现在已经年轻人 因为我们在脸书 在很多网络 收看率 都已经超过 我们家里的第四台了 那当然就不需要去 花太多这方面的钱 那这些钱应该呢 来做更好的节目 更好的节目 更好的骗子 所以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老菩萨 如果你经常喜欢看 那你就跟家里讲一下 你就装一个卫星 或是牵耳目的 现在还有一种叫 YouTube 对不对 它一个小小的东西 插着 你在家里24小时 而且是高画质 HD高画质 所以现在又已经 很多很多的方式 不需要去浪费 大众的钱 在这上面 那也因为如此 我们以后在各中心 会试着 放大一幕 为什么 因为重要的法会 各位没办法说 从高雄跑到台北 参加八广再结 但是只要重要的 包括在这些法会 我们都是会透过大电视 在各中心做直播 那当然各位 自己的手机都看得见 所以如果你有去装 这些现在的科技设备 都很便宜的 特别在很多地方 我们在马来西亚 他们大概几百块马币 三百块马币 三百五十块马币 就可以装一个小小的盘子 二十四个钟头了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见 所以 但是就是要好好的利用 利用这些钱 做更有意义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宣布的 当然各位现在就是 我们也会找出很多方法 告诉各位怎么做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主一个慈悲基金会 因为我们也不能老是天天 就像比如说 海道法师都天天在放声 天天只有一只烧东西 那当然这是我们修行的仪轨 他不太了解 但是行菩萨道 我们必须对所有众生 都要平等的关怀 特别现在因为 听说时机不好 我们占用法师 很多法师去拜访 他知道现在有很多独居老人 贫穷 连医病都没办法了 所以甚至 他也不要求我们什么 甚至跟我们说 如果你们愿意帮忙 我死了就帮我处理丧事吧 因为他不可能会有子孙来帮他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当然是会尽力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扩大 对社会上这些比较贫穷弱势的 个人和团体给积极的慈悲关怀 所以我们要希望各单位 比如说我们虽然有主 我现在已经有跟各单位 我们的中心说 地方上有这些灾民 这些贫穷的 我们应该多去关怀 除了祝念 祝念是比较 就是人力就好了 有悲心 但是这些苦难关怀 金钱关怀 我们也应该要聚主 因为嘉义这一次有要我 我去一个起字学校演讲 结果这些联络人去联络以后 才知道这起字学校 三百多个学生又浓又雅 居然有两百个是贫穷的家庭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这个就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夜暴 除了贫穷又浓又雅 就是所以就放在一起 所以他们家里根本养不起 就干脆把这个小孩子 就放在学校 在学校就要花了好几百个老师 来关心他们 但是有时候又没办法 所以他就希望我们 能够顺便关怀这两百多个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专款 就是说佛教里面专款 你不能把放生的钱拿来做这个 你不能把做佛像的钱拿来做这个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就是在各中心 我们都会成立慈悲基金 也希望大家加入慈悲委员 大家多去号召人家慈悲 我们除了供养寺庙 供养佛学院 召佛像 我们也大家都在做放生护生 但是一直以来 老实说放生护生的钱 特别放生的钱不缺 护生的钱就缺 因为很少人会说 这个钱要护生的 后来我们只好 就会把中华护生协会 你所付持的钱就包含放生护生 也印了很多放生护生的书籍 在推广 那你纯粹要去养流浪狗 各位就会看到网路上 这些养流浪狗的什么 妈妈妈妈都在苦 没有钱没有饲料 所以我们也想尽办法 就是不食事了给他们 因为讲到钱 我们太多单位了 我们台湾救狗协会 虽然有在运作 但是每个月的护持也不多 因为大家单纯去救狗 它没了个意思 所以我们只能从护生协会 大家的护持里面 提拨出来帮忙这些事情 特别是因为很多狗 它是生病以后 他们就把它丢弃 丢弃以后到我们这边来 当然我们就尽力照顾 但是我本来有心要成立一个狗医院 但是我发觉 那要很多金钱 很多人力 它是尽量做 但是当然我们也会交代 所有的员工 因为我们现在在狗 我们的狗大概现在 比较少了 2500只 但是有三四个区 每个区到十几个人 都是要发薪水的 因为你这个义工 可以来做两天 不可能做一个月的 所以要他们要很认真 有时候实在不太容易 而且量这么大 所以我们也是尽力来发动 狗跟人一样 吃的药都一样 狗看病的时候 比人还贵 狗得癌症 所以当然尽力尽力而为 但是你要做到 像西方社会 把狗照顾得这么好 我到英国去看 一只小鸽子生病 要发动很多医生 把这个小鸽子 把它弄得会飞 所以他们地方上 收集很多钱 大家用旧衣服 木捐这些钱来救这些野生动物 但是它毕竟量很少 量很少 不像我们是 一下子两三千只狗 这么多牛 所以有时候做这种工作 真的是不太容易 当然也要经常被批评 就像有一次 有几只鸽生病了 他们把他放旁边 我也不知道 他们拍照 哎呀 师父你虐待鸡啊 我说我不知道 还没有鸡医院 但是我当然会告诉那些员工 你们就多发一点慈悲心 如何如何 当然这个 我们只能拜托他们 但是我们 自己又没有下来照顾那只鸡 那只狗 那只牛 所以 这个是一个 没办法的事情 大家理解 当然如果各位 你发心去护身员做义工 顺便带个房子去 那最好 好好的照顾 那保证你成佛的 因为那要达到不退转 所以 但是现在对人的部分 可能有一点急吧 我发觉因为情势不好 经济状况不像以前 那当然大家没问题 还会步视 但是那些可怜的人 可怜的家庭 现在这个业很重啊 爸爸往生了 妈妈得癌症 小孩子也生病 然后又落智 全家根本是很可怜的事情 当然钱如果社会上能够帮一点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对他一种心灵的关怀 给他一点佛法的加持 我想再多的钱啊 他们已经没法改变他的肉体了 那是这种希望大家加入 来登记做这些贫穷 病苦人家的关怀 但是关怀我们要步视碍语 总是要带一点点过去 钱还是他们要吃的食物 所以现在我们提起一个就是说 就是开会过 每户只要有一户 或是一个个人需要帮忙 我们就给他五千块 这样合不合理啊 不够了 人家跟我们讲说三万 我都没有三万 就先从五千块开始 但是能够长期就不错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办法 至少我们就做到了 但是又给他佛法的关怀 我们有法会一直帮他回向 减低他的身心的病苦 所以在这边我要发起 希望大家透过各中心 做一个 念下来 五千块慈悲功德主 好不好啊 多一点多一点 那其他的是水源 然后也加入这些关怀的委员 大家要直接的去他家里关怀啊 送礼物啊 送钱啊 多去看看这个老人有没有饭吃啊 我想如果你去社会局去问啊 太多名字我们做不完 做不完 那我们只能说 现在有在推广吃杯便当 偶尔还可以跟人结结缘 但是要像很多他们教会啊 直接把便当送到他们家里 我们现在没那个人力 希望 但是我这样讲是希望 不要勉强 我们有三个人就做三个人的事 有五个人就做五个人的事 但不要有压力 然后我现在对每一个地区 既然提起要做这个工作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慈悲基金有十万块 那我们就把十万块花完 用完 这样就好 不要有压力 如果我们当然能够做到二十万 那就把二十万用完 能够做到一百万 就把一百万用完 这个就是水源吧 因为其他单位会来我们台北 或者直接找我要申请这个款项 师傅有三百个人要申请款项 我说就没有啊 地方上要自己去化缘吧 去发动 那其他单位如果刚刚有多余的就拨给你 这样就好 才不会造成这个上面的压力 当然我很想要去帮忙 特别我在很多地方 都很想做这些事情 所以希望我们从这个免费的注念 关怀到一些物质金钱的关怀 慢慢做 甚至我们要做到以慈悸为榜样 对不对 他们发展了这么久的时间 做得很实际 也做得有样子 有样子 可以开的这么多 各位这本书要记得带回去 你们还把它收回家 发给他们红色的红色的法会读诵本 这本带回去 这个是宝贝 大宝基正法经 你信徒会跟你说 我还没看完啊 不能收 师傅讲个头 讲个尾 王朝军 从前没看完 那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但是我只是说 都很重要 一定要看完 所以在这一边 就是希望大家把我们所懂的佛法 用在实际的生活上面 去做各种的关怀 然后这样也可以累积很大的福报 质量等等 这边有个问题 他说汉传佛教是否比藏传密宗佛教层次比较低 如果一直停留在汉传佛教学习 是不是比较不精进 佛法没有高跟低 我讲的是心态 如果心态是一个比较圆满的心态 那密称讲的就是和为体 无有分别 那我们可以去学它的这种优点 把这个优点用到汉传佛教来 但是汉传佛教比较可惜的是 它比较少研究经典 它比较重五大论 就是少数的几部论 其他都是灌顶修仪轨闭关 我也觉得蛮狭隘的 狭隘的 一种机械式的修行 因为西藏人的环境在山里面 它没什么丰富的多元的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上师 入到这个社会以后 就应付不了 甚至还俗 甚至退转 甚至各种事情 那我想这也不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错 这整个社会是如此 所以并没有说藏传比汉传高 千万不要有这个观念 如果有这个观念 清漫佛法非常不好 所以你虽然是学汉传的 你要谦虚 藏传佛教有它可学之处 南传佛教有它可学之处 我们应该要学佛陀的正法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 是我汉传比藏传高 我藏传 但是藏传佛教会一直强调这个佛慢 有时候会生起不小心的傲慢 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想是个人的因缘吧 这边有一张字 字写得很漂亮 以后帮忙帮我们写排位 写归正 他说 秦海道法师回向台北101后山 有日据习时代至今的乱藏纲 的往生有情 不久听一个一个道清说 那边从至今都是乱藏纲 然后听说 他寝世过两处菩萨 他说那边乱藏纲里面 至少超过1800多万个众生 还没有超度 听一下 今日法会功德 所有法会功德 回向此101后山 所有乱藏纲 所有为离苦众生 同享功德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阿弥陀佛 归地藏菩萨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法明大法 希望他们追求殊胜的佛法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我们念几句阿弥陀佛 好不好 功德 功德融入给他们 归阿弥 世界各地 所有无事孤魂 乱藏纲 所有孤魂友情 同享功德 归阿弥 归一阿弥陀佛 信愿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都可以消除众生的罪障执着 助援 让他随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都有这个利益 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慈悲平等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请